怎么样做那个制定函数 特别注意就是 跟刚刚的就是这两段程式 非常简单 刚刚有一个 第一个是 不过跟刚刚的最大差别在哪里呢 刚刚的东西是SUB SUB就是做完没有了 所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Function呢不是 Function是一个叫 Function叫函数 在程式员里面就是 Function就是一个指的就是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后面一样有个名称 刮壶后面呢 会有你要给的 叫什么叫做那个引数 引数就是他会跳出框框 所以会有一二三三个框框 当你给这个三 就是说实用者会给你 所以你就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放进来 然后返还给谁 返还给这个名称 就是函数本身 在函数接收到之后呢 会再把它放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这个感觉好像是一个过程 所以Function感觉就是 你要把那个过程做出来 你这个Function就做完了 只是说这要怎么做 我们来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那如何制定我需要的这个函数 一一样是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那刚刚是用Sub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要函数的话 将来插入函数 就是会跳出一个什么 使用者制定的那个群组 你一定要选对哦 因为之前直接就去用Sub 对 Function 名称的话 记得我们用什么 用手机 名称 也许叫别的没关系 按确定 它会跳出什么 Public 公用的 Function 名称叫手机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打完这些 你没有做别的事 你在这边点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你的 这一个里面哦 你的那个 插入函数里的那个 这个群组类别里面 就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了 那如果没有 它不会出现哦 所以你们可以 你刚刚看 你应该是没有这个群组 可是如果你只要在模组里面 做了一个动作 叫插入一个方选 你给一个名称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了 如果没做就不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哦 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 有没有一个函数 有 可是你这个时候按确定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跳出哦 它会跳出这个 没有什么呢 不需要引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刮壶后面 没有任何东西 那你要怎么样给后面的 刮壶东西哦 有三个 所以我把这三个 选起来 Ctrl C 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记得哦 是这个刮壶 关键在这里 这个刮壶是要跟使用者 要那个引述的 你把它贴上 然后呢 就Delete 车哦 一二三嘛 中间加什么 加豆点 记得豆点哦 然后叫曲码好了 这个叫墨码 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完这件事哦 你再切回来 插入那个手机 你会发现一二三就有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丢给它东西 它会变成它漏结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一个对应的叙述 去接这三个东西 那要怎么把这三个东西接过来呢 很简单 只要在这一个下方这一行 写一行就可以了 头一定是写什么 开头一定是 手机先接 谁去接 就手机这个Function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东西 那后面的东西要写什么呢 把这三个东西放过来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需要一个数字 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改就好了 把这个我习惯拉过来按卡锁键 就是表示复制啦 那因为刚刚是直接从那个Sales 从那个以Sales里面的什么位置抓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哦 这个时候是从什么 从电信业者 因为他到时候会什么 会点嘛 点了之后里面不就11 11就会存在哪里 存在这里面 所以你只要怎样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使用者给你的 0911 然后呢 趋码就是Sales 这个有没有 改成趋码 因为使用者也会点一个吧 莫码 就是H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那所以 同样是VBA 但是它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那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 Sub是跑完就结束了 Function是跑完之后 会返还Return一个结果给你 叫Function 那你就是再把这个结果放在 储存哥里面 所以你做完之后哦 插入函数 手机 一个萝卜一个坑 Return的结果 丢到储存格 按确定 OK了 那之后的东西 那你可以透过什么 自动填满 因为它会怎么样 帮你把位置做调整 这个裂号会改变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只要一行程式 就可以制定出一个了 OK好 那当但是后面还有衍生出 同学会有问题 就是说 可是老师这个三个格子很麻烦啊 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格子就搞定了 当然可以啊 不过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点 而且会多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 因为你选的时候 你选了三个东西给我 那我必须接到之后 我要切三个啊 要必须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的话 这边有一个概念 就是正列的概念 正列的话呢 可以储存多个 多个变数的内容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今天 可以产生一个正列名称叫A 假设这个是我取的 那我可以先丢给它 那它里面就放三个东西 就是它三个 那怎么表示这一个 特别注意哦 列跟懒的概念 跟这样 这个应该不是 这个也是一啦 一二三 列跟懒的概念跟Sales很像 A 刮弧 第几列 第一列 第几欄 第一欄 用这个来表示哪一个 这个 这个呢 A 刮弧 一列 一定是先列 第几欄 第二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大概就是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给个范围 我一样可以帮你解析出来 不过这个可能稍微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而且各位先试着完成 我刚刚讲的如何制定一个手机函数 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就简单一行了 那你可以直接拿刚刚我们写完的东西来改 主要是理解那个制定函数 就是Function跟Sub的差异点 那你说哪一个比较好用呢 其实你 反正你工作效率提高都好用 有没有固定的 没有啊 反正你高兴你用按钮 你就用按钮 不过后来发现 好像按钮还是比较简单 按下去就好了 ok 不过好像有一些地方 可能按钮不适用 那你就还是要产生一个制定函数出来 ok是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等一下再来看那个 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好